你知道嗎 三國世紀的諸葛亮 竟然預言到了2000年後的抗日戰爭 今天我們就給大家來揭開這一段 神秘的歷史演唱 首先第九課的水月遊祖 水月祖三個字拼在一起 就是清的意思 古月為君 古月就是胡 在文章裡指的是胡人做了皇帝 改國號為清 四川絕統意思是皇太極改國號為清 傳了時任 絕於宣統 清帝退位後 中華民國優待清皇室 如同對待外國元首相當領域 注意 這時首元和尚會自我介紹 不過為了視頻的連貫性 首元和尚部分我們以後視頻再來研究 接下來是第四課 大清被推翻了 就是中華民國 從這篇開始 我們詳細解讀 因為這是真正的預言 我考究出來的馬前課出處來源於1913年 也就是清帝國被推翻後的第三年 那麼對於1913年之後的中國描述 就是真正的預言 第一句 此後牛前 十二生肖 豬年 蜀年 牛年 豬的後面 牛的前面就是蜀年 民國元年 1912年 正是蜀年 第二句 千人一口 千人口三個字合起來 就是民主共和的合字 有部電視劇叫走向共和推薦 大家可以看看 事不神聚 我們再來看看推背圖第三十七項 乘約南北不分和綜藝共 這個裡面也點出關鍵的 和字馬前課互相契合 注意這裡有一個雙關語 和綜藝共的愚共暗示了 語有給予或者參與的意思 代表著中國最終由中國共產黨來統治 所以馬前課第十課和推背圖第三十七項 都講中華民國建立的這個關鍵時間節點 對比前面幾課解讀起來簡單明瞭 而這八個字相當隱晦 目前各種說法中多 第一種可能性 在周一中64卦的每一卦都有六個謠位 從下道上分別是出謠、二謠、三謠、四謠、五謠和上謠 第五謠通常被認為是君位 而第二謠則被視為成名之位 五二道字 君主排到了成名的後面 就是以名為主的意思 我本人有一個獨特的解法 五二道字是涵蓋了時間定位的密碼 五二道過來就是二十五 也就是二十五年 從民國一九一二年建國算起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加二十五年 一九三七年 沒錯 出大事的年份 五二道字代表中日戰爭正式爆發 這裡面有個邏輯基礎 沒有民國元年作為基準年 無法得出一九三七年這個時間節點 這套時間密碼體現馬前客作者設計巧思 八年抗戰後 時間來到1945年 蓬萊無舊 中華民國和中國共產黨 一起與美英書一堆朋友結盟 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中國正式成為中美英書四大戰勝國之一 馬前客與推背圖在民國四年之後就開始廣泛流傳 當年的汪偉政府傀儡皇帝溥儀就寫過對於馬前客推背圖的理解 這一段歷史非常有意思 溥儀甚至都讀懂了推背圖 關於日本軍國主義在1945年覆滅的預言 我們先埋個坑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將放在中國預言七種出處時間考據的專題系列給大家詳細講解 假設你出生在1910年左右 到了1925年的時候 你當時讀到了無二道治 蓬萊無舊這段 你肯定無法解讀出以上推論 因為日本侵華還未發生 等到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 中美蘇聯抗日 1945年抗戰勝利 再看這八字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 現在我們再來講講掛象 歷史客人曰 陰陽陰陽陰陰 此掛為簡 象徵中華民國為簡掛 簡是跛腳或困苦艱難 易經簡掛有這段描述 家庭沒治理好 家道衰敗 然後家人感情不睦 俗話說家和萬事心 反過來則是家庭不和則患難來 簡就是寄魁掛而來的患難 如果把國家比作家庭 大家想想那段歷史 是不是這個掛象形容得非常到位 軍閥混戰 內憂外患 城投變換大王旗 不就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嗎 過去發生的事情已經不重要了 那麼未來會怎麼樣呢 這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前途